來,給我拿一杯熱水來吧 還喝嗎?第三杯了 車太太,吃飯時間 外面有很多人等桌子 行…待會拿給你 多坐一會吧 叔叔,麗飯最便宜的那一款 是 熱領麥 收到 我不餓了 我吃 聰明嗎? 我知道我今早追出來 讓你丟,說我不上班 所以我有午餐時間才試過 你也知道我在這裡 你不在,你能去哪裡? 你又不去,這裡夠便宜 那位伙計讓你欺負到心口 你再整天都沒人理會你 說實話,你生我的氣 生小的氣,怎麼會這樣呢? 生小的氣才有皺紋 你出了皺紋,多臭 我何時有出皺紋? 有皺紋 沒有,哪有?你真是亂說 熱領麥也 喝杯領麥吧,滷潤它 來,我也是剛才到,今早我不是坐在這裡 你從哪裡來? 我在何文田 原來二萬五千塊尺的豪宅海景 是跟居屋的一模一樣的 薄文田當然漂亮 他今期最棒 看過售樓書,全部我有 售樓書怎麼我沒見過? 我沒見過更得了,當然收到公司 有話不跟我說,什麼都瞞著我 怕你生氣嘛,你看你的樣子 不是罵人,是生氣的 那你知道我最不開心是什麼嗎? 下車吧 現在有車了,為什麼你不上? 你幹嘛看著我?抽居屋 真的? 是不是今天最後截止? 那你還不去抽? 多謝你,這次 這次很甜了 老小三? 我不是老小三,為什麼說老小三? 你今天回來哄我 現在給你機會哄我吧 我老婆,你穿成這樣,真是死人了 那我們不要,等吧,我們來吧 真的? 不行 為什麼不行? 那三、四一回來怎麼辦? 我已經給了錢他們去看戲 沒有腳走回來 真是鬼話 這邊我們鴨鴨氣勢 快點進去,進去… 好嗎? 進去 為什麼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雷霆救兵想要有東西回來救你媽媽 爸爸,你怎麼穿成這樣? 你…你媽媽扶他 你…你爸爸扶他 你爸爸扶他? 我們有結婢 結婢嗎? 你們一起洗澡嗎? 師主 師主, 請回 收到…難怪開紅酒了 切開…放進去 媽媽, 送給你的 再見, 爸爸、媽媽 你們慢慢一起洗澡 師主, 請回 師主 二人世界中遠, 手扣吧 好嗎? 不用… 要不要我們黑屍? 要不要黑屍? 要不要黑屍? 不算好, 要我殺了 不要… 又要幹甚麼? 我想問問你 一晚酒店房要多少錢? 誰知道多少錢? 我在想, 你的兄弟真是好意思 要一個世俱率出那麼多錢 二人世界, 值得的 真的值得? 是的 我在擔心千千, 她現在要付租 洗腳不抹腳 明天才說, 哪有空 你不說, 明天才說 等一下… 你的眼鏡 你的眼鏡是否打算戴著? 看清楚一點, 習慣了 二十多年還沒看清楚嗎? 怕說錯名字 你知道嗎? 拿來吧 你看看, 你的眼鏡是否打算戴著? 你想打算戴著? 不是呀, 我想你明天早半個小時再起床 又要幹甚麼? 是呀 丁先生現在很快就知道我們中空寶了 他還是你的業主 他也是你的上司 他是不是要繼續討好他 討好他之後他就加了薪 加完薪了 我們很快就可以儲得首期買樓了 丁先生…沒人性了, 丁先生 丁先生 媽媽的抑鬱症本來好很多 現在比以前還壞 醫生說很難搞 本來有家人陪著他很快就好 現在什麼都沒有, 謝謝你 那他現在怎麼樣? 現在怎麼樣? 他人都不理睬, 看也不看我半眼 他在臨雲之前聽了你那句 孤獨中老 我想他抱著這句 不知道抱著什麼時候 我真的想不到你會衝上問他拿錢 我不是衝上問他拿錢 找不到你, 那就想… 算了… 我聯名戶在那裡多少錢? 六十多萬 我拿了三十多萬 其他那些是你自己帶找的 還有家裡有什麼… 這些你要你… 你拿主意, 我沒所謂 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本來有兩個字 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出口 說出口, 無法回覆 你別說, 我肚子痛 你別說, 你別說 糟了… 這次死了, 今次死了, 今次死了, 今次死了 表姐 表姐 為何你會在這兒呢? 我剛才去屋村沒走過 然後看到有輛十字車 撤走了我老婆 我就跟過來, 看有什麼幫忙 你不要經常跟著我, 你走吧 喝口水吧, 天口氣 快點… 我等了你幾個小時了 你看看你 我疲累, 辛苦來撐你 不是呀, 那你辛苦你先走 我沒事, 我可以了 好, 剛才怎麼樣? 有什麼怎麼樣? 不就是老婆暈倒了 接著現在醒了 但是醒了之後, 又不想見人 這個老婆也很狡猾 在這裡炸暈裝死 你覺得是炸的嗎? 當然不是, 她真的暈倒了 還要被我擊暈的 幸好現在醒了 還有, 所以兩個女兒不理我 沒有, 那個車字明更害怕 罵我罵倒數, 說要跟我離婚 差點而已, 沒說是嗎? 沒說 你千萬不要讓他開口 說了就收不回你了 我知道 其實表姐夫沒理由想跟你離婚 我也不想跟你離婚 不過不對, 即使他真的跟你離婚 你記得要把錢都拿回 尤其是那十二萬 這時候, 錢才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我不好意思 其實你約我出來是甚麼事的? 你現在剛出院 不應該這樣曬 對你身體不好 我知道了, 你平時聲大大 說話挖淚脫 其實很細心, 心地很好 慢慢跟我說, 你原諒了我 我覺得我也應該要當面跟你說 Emma, 對不起, 我那天衝動了 謝謝你 不過我們見過這次就好了 我免得我有時候說話 又撞到你, 你又再暈倒的話 不然車智明會殺了我 你不想和他好起來嗎? 我當然想 你說煲湯給你搞定 他很固執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我們倆已經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日子不會白過的 當然沒有, 我們經歷過很多事情 有開心有不開心的 我問你了 你的手機裡面 是不是應該操縱了很多 你們以前家裡的照片? 整個手機也是, 我給你看 來 送給車智明梯 你想我用親情去感動他嗎? 你約我來這裡就對了 我看著海, 我真的想起以前很多事情 老公, 你聽到海浪的聲音嗎? 你還要做什麼? 給你一些感覺 那我繼續去吧 繼續去 你還記不記得二十三年前? 當時我抬了一千千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作動 很痛, 痛了二十個小時 他也不願意出來 到他真的出生了 他出來了 怎麼知道腳先出來了 我多怕, 我多怕是缺氧 我人都震了 然後你跟我說, 你說 老婆…不用怕… 辛苦你… 我愛你, 我愛你一生一世 我聽到你, 我聽到之後真的很感動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力氣 就終於生了一千千出來了 你之後跟我說, 你說 生兒子真是賺命博的 老婆, 你還是不要這麼辛苦 但我知道你這個傻子 你喜歡小蚊子 我決定跟你多生一個 所以我就懷孕了萬萬 不過萬萬就沒有千千這麼乖 要害到… 你推回我去病房的時候 我已經暈倒了 我突然覺得 為何我的臉上有水滴下來呢 那我再大力點, 睜一眼看清楚 原來你在我哭 你說剛才真的很害怕 你說很害怕大小也保不住 然後你又說, 小的可以不要 一定要保住一個大的 你說, 不可以失去我 怎麼了… 夠了… 你的電視劇, 到最緊張的時候 又被人看下一集的 叫人等一等, 是不是? 你現在發給他 我保證他已經哭了, 很感動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真的嗎? 還會給他 我們已經 ep精靈了 會取消他